Hello 各位 歡迎收看鹹輝的頻道 不經不覺就快到中秋了 真的很快一年 在上一年的中秋 就說了一下永慶坊有什麼亮點 今年就來北京了 看看這裏中秋有什麼搞作 跟上一年一樣 這段影片都是HDR模式的典禮 即是如果你的手機和電腦 是可以去到一千尼特的 看這段影片應該是不錯的 在視頻開始之前 希望各位大佬可以鼓勵一下弟弟 幫這個視頻點讚 或者寫下你們的意見 還沒訂閱的都可以訂閱一下 反正這些舉動又不用錢 來北京路打卡 基本上成為每一個來廣州的遊客 必做一件事 大多數的廣州人 最起碼每一年都會過來這裏 攬摩一兩次 這裡不一定有什麼買 但是來這裡 現在變成一種象徵 一種儀式 因為這個地方 是見證著廣州千多年的繁華 很快就可以見證到 你在中山五路還沒進去 就見識到這裡有幾番話 人群車流夾閘著各種聲音 應該成為很多人來廣州 難忘記憶 特別是當你過馬路 來到這個位置 和下面那三個字拍攝 這張照片 怎麼都會成為你在廣州所拍攝 那麼多相當中最巨大的代表性 之一 加上相片拍攝 就要正式開始走這條路 在路的入口 那裡 就有北京路的介紹 雖然應該都沒什麼人會認真去看 但我都推薦來這裡的人 去看一看 我只是加上第一次看 首先看到的就是 清代廣州城坊地圖 很多我們加上很熟悉的建築 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其中最顯眼的 肯定是那座鎮海南 接著就是西門口那邊 那兩座東西 江孝寺和江塔寺 那兩座很清晰 一前一後 之後還有一座路的石室 城坊圖的前面就是 廣州千年興旺的象徵 前面那裡 玻璃下面就是 幾個朝代的舊路 一層跌一層 跌到家下 北京路就是這樣 下面全部都是舊路 千多年以來 這裡都是廣州傳統 異常的城市中熟市 加上廣東最有限在這裡 因為廣東省財政廳 就是這條線的盡頭 這座就是了 這裡是否整個廣東最有錢的地方 所以北京路幾少都有象徵五年 老實說 北京路這個話題 對於我這種 從小走到大 在這裡留下 不知多少腳毛的人來說 這裡其實沒有什麼 令我覺得是眼前一亮 可能真的來的次數太多了 加下無非又覺得 這條路好行走 兩邊的店 整齊統一座很多 不會像以前那樣的鬼馬路 燈光就好很多 還有那些屋子的 雷辣縣 看到了嗎? 弄到媽媽都不認得 除了這些 就是一條普通的步行街 那你說這裡 加上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有 也是有的 你走到差不多 會看到有舊東西在這裡 這個位置應該是北京路的中間位置 這個東西 對於很多廣州的人來說 應該是有點陌生的 對於第一次見到的人來說 應該都會充滿好奇 為何有神生潮在這裡噴水 廣州這裡有搞明園的大水法複刻嗎? 大神不是的 因為這裡是一個計時器 原代的時候 有原件的 這個就是複刻之後放在這裡 是專門給人打卡用的 你不是說這裡真的很多人在打卡拍照 打卡很多時候都要排隊 有時有節 這裡會多人到 你排隊都沒用 你拍不到 至於在旁邊進去的大佛寺 加下厲害了 晚上都燈光火燭了 成為了月獸一景 這座有千多年歷史的佛寺 到加下依然是光亡四射 晚上當然也有很多人進去的 這裡有兩個門口 西湖路這邊一個 另外一個在衛福東 衛福東那邊是正門 但這裡我就不進去 因為對於廣州來說 晚上是不會進去佛寺裡面的 而且真的要注意佛寺 只不過是加下在市中心 在鬧市裡面 加下的企島 這個位置 即是廣伯的奇光附近 就是每年廣州中心花市牌坊所在的位置 說完這幾個打卡點 北京路可以說得差不多 沒有了 畢竟整條路都是商店 而且牌均加 對於很多人來說 都是一半的 在這裡走走走走走 感受一下就算了 加上騎樓 基本上全部翻新過 新得來沒什麼味道 所以再說下去也沒什麼好說 你說來這裡會不會很愚蠢 當然不會 因為其實走前出來的過程有趣 為什麼 поступ於走過來的過程 因為加上以前只是要看到風景 特別是在文明路過去 你真的會看到廣州特有風景 為例 redes belt 在路兩邊又高又大 充滿廣州風情的騎樓 這些樓收復後,也做得很好看 不像中山五路和北京路的樣子 這邊真的很壯觀,很有氣勢 跟新建築交相揮影 所以在永漢對面的路口,過馬路 是很有意思的 很多人來這裡的打卡點 等過馬路時,舉起手機拍照 或者在走路時,錄一段影片 很多人都會這樣 因為加上眼前的場景 你去到其他地方,也很難再遇到 其實加上來北京路,我只是本地人 或者很多次都是廣州人 這些群體在這裡 加上更多人吃東西 買東西應該沒什麼 據我所知也是 加上這邊的餐廳 哇,真是多到人是法子 不單是文明路德正宗 這邊的老店多 加上衛福東,教育路,西芋路 全部都是吃的 上至適合一家大小做的餐廳 下一次就給你一兩個人 撐桌的小店 應有盡有 總有一間是你會想去的 還有這裡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最好的 這裡不會是專門做野生魚 搞到東西賣得油貴又不好吃 它始終可以保持到一個 不錯的水準 這裡有這麼多食物 都成為了 到今時來今天 還不是每個人走路的理由 要麼就是 經過這裡吃飯 或者吃完飯 出來散步 然後回家 那北京路 中秋這裡有什麼事 原來是沒有的 真的跟平常一樣 至少我在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即是12日 我看過這麼多的訊息 沒有收到中秋有任何花燈會或活動 這次的影片之所以叫 港府月華夢 因為本來這個禮拜 北京路有一個活動 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活動 是廟會之旅 營營中秋 但原來不是 是搞一些 文創攤位 讓你玩一下 即是大佛寺 對開那幾個攤位就是 那麽 來到真的有點失望 而且這條路 掛的燈籠不多 不要太節日氣氛 所以如果真的想有節日氣氛 只可以去永慶坊那邊 不過你可以過來 去北京路吃飯 因為這邊的選擇 會比那邊多很多 吃完飯就過去 很快 好了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如果你剛好 中秋至前後都在廣州 不妨去北京路走一下 特別是在文明路那邊 過馬路 最好 我感受一下 我說的那種特別的氛圍 這次的內容就到這裏了 希望各位可以幫忙 點讚 或者寫下你的評論 你訂閱的就訂閱一下吧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